哈囉大家早安 來 今天比較熱齁 今天想要喝個 冰美式就好了 不想要再喝熱拿鐵了 那我前一次只有拿 便利再用的 堅果巧克力配方的豆子回來 一大包 然後是6月8號烘的 今天是618 剛好10天啊 雖然說 我如果要喝 麻鐵要做拉花練習的話 我覺得10天 他表面的硅麻的狀態 還不到最完美 但是做美式 或是喝Espresso 適當的調整之下 我覺得是OK 好 新的豆子 我們刻度會稍微調粗一點點 本來是4點 這一台的刻度 其實他是每一個 每兩個數字之間又分成三格 4點1點2點3 然後點3就是5了 對 他獨特他自己的一個 刻度 你記得怎麼用就好了 齁 磨豆機上面的數字啊 通常都是一個相對數字 就是給你判別 他的相對位置 這個旋鈕的相對位置 不管什麼磨豆機基本上都是這樣 齁 就算你有好好的歸零 其實每一台磨豆機 他的一些細部的構造 都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盡量不要去 太過於盲目的去使用別人的參數 找到自己的參數會比較好啊 找到自己的參數會比較好啊 好 那 應該OK吧 試看看囉 試看看喔 其實我們店裡大概也都是用 這個 天數的啊 至少一個禮拜以上 我上次有說的嘛 就是沒有辦法 我們店裡沒有辦法把豆子好好的存放到 30天 因為 根本就不夠用 對 我也一直在想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是可能要換一台烘豆機 但是換一台烘豆機 第一個就是 錢啊 價格的問題啊 第二個就是 要放哪裡 都很麻煩 我工作室才剛又簽了兩年約 那另外就是 空洞機真的蠻貴的啊 我們就是 秉持著說 夠用就好 不需要用一堆很華麗的 華麗的設備 然後又 因為如果我用一些很華麗的設備 到最後這些 這些 我花掉的錢 還是要灌回到消費者身上 其實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啊 就大家都把錢 花給別人 那到最後 如果是留在自己身邊 對啊 你們的錢 花給我 我的錢 花給廠商 廠商的錢 花給他的上游 那到最後 到最後錢都 跑去在那個 真正的 既得利益者手上 唉 睡取45秒好了 美式的話 我比較喜歡 就是讓他睡取長一點 那再加冷水 就這樣 我都不會 我都不會再 額外的去攪拌 懶得攪拌了啦 我就是 濃縮咖啡下去之後 那 水 用鋼杯 拉高一點 假裝這樣可以攪拌就好了 然後就開始喝了 我覺得可以再細一點 但是再細一點 可能 粉量又 然後 降一下 不然 太多了 會流太慢 目前來說是 不會有什麼過脆啊 齁 我的自己 這個豆子 我還 欸 喝了幾年啦 五六年有了喔 對啊 就滿 自己都很熟悉這個豆子 對 過脆的話就是在調嘛 過脆的話就是在調嘛 好 噢 噢 有一杯冰的咖啡 真的是 很好 好 那 唉 晚上來洗一下咖啡機齁 好 我今天用手機接麥克風而已 齁 所以你們可能覺得收音 會有一些 不太一樣 齁 因為相機 昨天放在工作室 忘了帶回來 所以你直播完 就 就把它 丟在那邊 沒有拿回來了 好 那今天就這樣 齁 今天要烘好多豆子 那個 鐵罐裝的那個豆子 上架了 然後 快賣完了 齁 所以 昨天上架 然後今天快要賣完了 表示我等一下 就要全部都把它烘掉 對 我通常會 豆子的東西 我通常會抓一個緩衝量 齁 為了避免說我豆子 烘壞了 然後我可能生豆的量 就這一些 所以我通常 嗯 25我就會抓20 那100我可能就會抓 80的量這樣賣 對 所以等一下可能還是要看一下 數量要不要再改一下 齁 禮拜六 大家在休假 我要去上班了 那今天就這樣 好不好 掰掰